经过两年多的保护性修缮,近日,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搜融入的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就职陈列馆对外开放。 1910年8月22日,日本与当时的朝鲜王朝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后,朝鲜半岛正式沦为日本殖民地。 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 1940年9月17日,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在重庆成立。 韩国光复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的军队,而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是韩国光复军的主要军事统帅机关。 我们现在所在的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就职就是当年这个机关的所在地。 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就职于2018年3月开始进行保护性修复,现已修复完毕并完成部展。 陈列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朝鲜半岛独立运动,在华早期军事活动,第二部分是韩国光复军在重庆的创立过程,第三部分是韩国光复军在重庆的抗日斗争,第四部分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下的韩国光复军。 陈列馆展示了光复军成立时相关文件,贺词,新闻报道,光复军使用的枪支,电台,电报机,手摇野外发电机,望远镜,水壶,以及指挥部办公场景复原图。 光复军撤离重庆的相关文件,药园签名旗,以及朝鲜半岛独立运动相关影像资料等,较为完整地展示了韩国光复军在中国境内的创立,编制,活动,归国等情况。 这张复制版签名簿在韩国光复军的历史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1940年9月17日,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成立当天许多重要人士到场祝贺, 比如周恩来、董碧武、冯玉祥、孙科、沈君如等。 这也见证了中韩两国人民共同抗战的民族情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夫战争取得全面胜利, 韩国光复军官兵先后返回朝鲜半岛。 韩国光复军与中国军队并肩开展抗日斗争,为世界反法西夫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